你所有的事情都在告诉别人 我是个不值钱的人 你所有的事情都在这么做 你跟他在一起还没多久 还不了解这个人 就东罗西凑借30万 以自己对于别人的信任 透支自己的信任 借30万给他 你不值钱 自己把自尊放在地上自己踩 你让别人怎么对待你 视频中这个女人名叫小霞 究竟发生了什么 竟让图雷老师对她如此恨铁不成钢呢 她开始开的时候 我在里面帮忙 帮忙搞了做生意 稍微有起色了 然后她前妻不知道 是从哪边听到的 她开饭店了 然后这女人还很厉害的 也开出租车 就说她很有钱了 然后她前妻就打电话 以小孩生病的理由来找她 然后她一过去 就是一个晚上不回来的 开始的时候 我有时候打电话给她 开始的时候还接 后来她电话就不接了 这是为啥 我搬回家住了 饭店给我盘掉了 给我转让 转让费呢 早上可以大概有六七十万吧 钱呢 给人家了吗 没给 没给 其实小霞与男友老娇相识已经七年了 而且在这期间 她为了实现男友创业开饭店的梦想 竭尽所有拿出了全部积蓄帮助她 但让她万万没有想到 在饭店刚有些起色的时候 男友就被这自己和前妻又联系上来 不仅如此 她还多次拿着店里的钱供前妻吃喝玩乐 甚至在对方的怂恿下把店卖掉去贴补前妻 得知一切后的小霞说什么都要跟老娇分手 但老娇却不愿意放弃小霞这个免费银行 于是为了留住小霞 她赶紧找到了节目组 那么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切还要从两人相识的时候说起 我当时离了之后 然后投奔我表姐这边 我表姐夫说 我有个朋友 我们今天去聚个会 把我也带着过去吃饭 就跟她认识了 就是一场饭局认识的 对 我一开始觉得她就不错嘛 觉得她又年轻好多 那个长得也不错 就开始主动联系 联络他们 原来两人的认识是来源于一场饭局 因为都有着离异的经历 他们从一开始就对彼此印象很是深刻 后来一段时间相处之后 两人就火速恋爱并同居在了一起 原以为幸福的日子 会向她憧憬的那般好 却不曾想真正的矛盾 从住进她家开始爆发 那是13年3 4月份了 因为我也是4月份过生日嘛 然后她约我过去 我说这不是给我生日里面的惊喜啊 然后我就跟着她 也到她家去了 去了之后开始 跟她两个人 就是也有一个磨合期嘛 磨合的时候 她妈妈总是在里面调我的刺 就说到我们家来 碗也洗不好 饭也煮不好 煮的饭这么硬 你们年轻人能吃 我这么大岁数了 我哪能吃啊 就反正讲的 就反正总是调我刺 就讲我没文化 后来我就跟她妈妈 两个人处不好之后 我就讲了 我说那我要回我表姐那边 要么我们就搬出去住 住房子住 小霞表示因为生日的奇迹 两人便开始了同居生活 本想着可以增进感情 早日拿正 却没成想住在一起后 男友妈妈却对自己 百般针对与刁难 忍无可忍的小霞便提议搬出去住 那搬出去后 感情像小霞期待般升温了吗 听到这主持人也不禁好奇 搬出去住之后怎么样呢 自己住了之后 搬出去住也挺好的 然后我那个时候是一个人干两份工 以前我是开出租车的 另外呢 我帮人家另外一个饭店里面呢 就是帮他像采购员一样的 帮他买菜啊什么东西的 然后再送到他店里面 然后那个时候房子租起来 还是我付的房租 然后我就催他叫他去上班 然后他就是属于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 这个地方干两天 马上回来了说不行 那个地方干两天 干个三天 工资太低了又不行 我说你只有这个人量 我说你就自己 把自己先维持好了些 以后的什么事情都不要想了 原来两人搬出去住之后 两人感情还算可以 但男友一直好吃懒 做不着工作 所有的经济负担 便都压在了小霞身上 为了承担起两人的生活开销 小霞不得不同时干两份工作 但男友却丝毫不知体量 还眼高手低 干什么工作都不长久 听到女友的指控 老娇的一番话 可谓是逗乐全场 听到女友讲的撑起了两人的生活 老娇还很是理直气壮 称不否认 这不废话吗 事实面前能怎么抵赖吗 而面对自己为何不去工作时 更是一脸的目空一切 称自己志向远大 怎么能屈就他人之下 听到男友现在仍这般狂妄自大 还将自己的不争气 归咎于钱不到位 一旁的小霞 不禁气不打一出来 原来之前为了帮助男友创业 小霞不惜掏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 给男友开了个饭店 事情到这的话 生活应该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开始经营肯定是累的 然后我把人家饭店给吃了 就自己雇自己这边饭店了 就是我自己还要去开出租 然后他自己在家里面 他就管这些账 管这些账 我说反正你是借着我的钱 当时两个人在一起 也没有想到事情会搞得这么大 当时是我把钱给他了之后 然后没有写欠条的那个事情 然后多次也跟他讲过 我说要去拿个结婚证 我说给我一个名给我一个位置 我说这样子我也踏实一点 对不对 因为我小孩是给我前夫的 我就是一个人 何况我来的时候 我还带这么多钱来 小霞表示当时因为两人感情挺好 自己借钱给男友便没有打欠条 只想着向男友要个一纸婚书 让自己有点保障 但男友却在自己帮他开过店后 对此是只字不提 迟迟不给自己承诺就算了 男友后来的举动 才更是让他十分恼火 他开始开的时候 我在里面帮忙 帮忙搞了之后 生意稍微有起色了 然后他前妻不知道是从哪边听到的 他开饭店了 然后这女人还很厉害的 也开出租车 就说他很有钱了 然后他前妻就打电话 以小孩生病的那个理由来找他 然后他一过去 就是一个晚上不回来的 原来在小娇饭店开起来后 他的前妻便又找上门来 总是借孩子生病为由让小娇去他家 试想男友跟前妻回家 一回便是一晚上的时间 这让谁心里不搁硬呀 台上的男友老娇听到这显然有点心虚 但还是舔着脸指责起女友胡乱揣测 听到男友观念堂皇的解释 小娇当即炸了直接当场拆穿了男友的谎言 他表示男友在那之后与前妻交往的更是频繁 这种事情发生的多了 便让他不得不担心起男友与前妻死灰复燃 后面发生的事情更是证明了他的担忧一点不假 当时的时候他饭店还在经营 然后我当时也跟小孩搞不好 然后跟他妈妈也搞不好 然后这样子我有时候就回我表姐那边 然后我就不怎么到饭店去 我说你要自己操作吧 我说我这样子搞不好 开始的时候我有时候打电话给他 他开始的时候还接 后来他电话就不接了 这是为啥 我搬回家住了 饭店给我盘掉了 给我转让了 原来当时的小霞 因为男友跟前妻的事很是生气 便一气之下回了表姐家主 想着等男友承认错误后再回家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男友竟然就此不联系他了 还瞒着自己偷偷将饭店卖了 店是女友出钱给开的 却一声不吭的直接转让 这是什么骚操作 听到这 主持人都不禁好奇 转让费呢 转让费大概有六七十万吧 钱呢 给人家了吗 没给 为啥不给啊 我说钱 我还留着下次还要再创业了 说不定还有别的用场 本以为会是饭店经营不下去 才会亏本转让 那作为投资者的小霞 理应得到一笔分红 更何况本钱都是他出的 然而老娇却没有给女友分好 现场的话更是摆明了就是要赖账的意思 这客气坏了一旁的女友 你不给你最起码把我那三十万先给我吧 对不对 你就不能理解我一下 我理解你 我 你前期是你是一五所有的时候 他带着小孩走牢 他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面 你是我把你扶起来 扶了之后 你把我那个钱你应该还给我呀 我那个钱我也是借来的呀 俗话说吃水不忘打井人 面对女友掏出所有的积蓄帮自己重新开店 自己却偷偷将店卖掉折线 从中捞了一大笔利润 怎么讲也要将女友借的钱还给女友吧 如今却自己霸着全部 这种行为是怎么好意思的呢 实在是怎么讲怎么让人气愤 说到这也不得不好急 看小霞之前对男友那么全心付出 如今又为何必须要跟男友要回这些钱呢 对此主持人问出了自己的疑问 你们俩现在的状态是个什么状态 就是那个30万钱 现在我已经回我表姐那边了 就是有差不多半年多了都没在一起了 也就是说你们作为男女朋友已经分手了 是这意思吗 感真是不是分手了 我也说不清楚 你们俩这个大概不在一起 谈男女朋友就半年是吧 有半年多了 有半年多 这八个月期间还有往来吗 偶尔电话往来 你怎么想这段关系呢 我觉得他人也挺不错的嘛 我想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的意思是 不还钱 不结婚 对 好一段渣男理论 明明自己卷钱玩消失搞分手 现在眼看着要还钱 又说想维持现状不分手也不结婚 这还真把自己当吴彦祖了 如果这样跟他在一起图什么呢 况且欠债还钱本就天经抵义 怎么到了老娇这就那般厚脸皮呢 主持人都不禁听不下去 当场建议小霞 原来小霞向男友不止一次的催货债 而男友就拿准自己没有证据 死活赖着不给自己 如今在主持人的帮助下 拿到证据后的小霞 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委屈 当场控诉起了男友 听到女友的控诉老娇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还当场指责起女友不念旧情 他说什么什么要什么青春损失费 什么莲花损失费 那我给你这么多年了 你不给我一点补食哈妈 啊 给你要给你要30万也不多 就是你另外再给我30万也不多 我告诉你 咱们都不年轻了 这个莲花的市区双方是对等的 你多少年的光阴没了 我的多少年的光阴也没了 不得不说 老娇的言论真的是无耻之极 而且既然知道自己岁数已大 面对还算挣钱的饭店 为何不将生意好好做下去 非要整上这么一出呢 那会儿 一个是他天天因为我前妻的事 跟我不清不楚的 天天吵吵的我嫌烦 而一个 我出钱了 在外头签外账了 这日子好过了嘛 认识了一些那个 那些存有不好的朋友 就拉着我去 那你现在到底还有没有那六七十万啊 我饭店盘了以后 还了一部分钱 还有大概六七十万在手上 原来当初转店出去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女友跟前妻的不对付 更多的是因为老娇这家伙 还玩赌博欠了一屁股债 还完债后手里还有六七十万 看来转让费远远不止这些 估计之前说的少 也是为了怕女友占自己便宜 老娇这家伙可谓是精明到无耻啊 但女友作为投资人 本就应连本代理拿更多的分成 结果却分毫没有唠叨 这放谁身上不得恼火至极啊 果然听到这 一旁的小霞当即怒火上头 你们贴他你不能还钱给我啊 你也贴了你前妻一点钱啊 那是贴给女儿的 行吧 每年到年底的时候 你也不说拿钱 是的 就是我看他看我老实 他就不还我钱 这个有点欺负人了吧 可算是知道老娇为何一直闭着眼说话了 是做到这份上 哪还敢睁眼呢 连主持人都不禁感慨太过分 听到这嘉宾席的土雷老师也坐不住了 直接向老娇问了一个问题 面对土雷的问题 老娇的回答也还是一样的让人气愤 面对曾经的女友 亦是自己低谷时给予自己帮助的贵人 不说对他充满感激 给他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后 连声道歉都没有 这不就是妥妥的忘恩负义白眼狼吗 见眼前这个男人已经无药可救 土雷向小霞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你别哭了啊 从现在开始你别掉眼泪啊 你的眼泪在这种情况下 为一个这样的人 没意思了 真的 所以你别掉眼泪啊 我只是我心痛我的钱啊 现在 这时候你还说心痛你的钱 我真不想说 我告诉你爱情宝贝站做了九年了 所有最让我生气的 其实所有的案例当中 都是那个被欺负的人让我生气 不是那个人 你所有的事情啊 都在告诉别人 我是个不值钱的人 这个时候你还说 我只心疼我的钱 而不是心疼我 这些年来的付出和我的自尊 你不值钱 所以当你自己处处都表现出 你是如此卑微的时候 你让别人怎么对待你 我把你想扶上来 我扶不起来嘛 你自己把自尊放在地上 自己踩 你还是告诉别人说 那踩两脚没事 我扛得住 只要你把钱还来 只要你给我青春损失费 你每一句行动都告诉对方 这样的概念 你让别人怎么尊重你 所以 该怎么做你自己 我不知道清楚不清楚 我都不敢问这样的话 该这样 我一般我都会问 你该清楚了吧 其实你未必 你嫁吗 不嫁了 你告他吗 告 就这样 听到小霞坚定的回答 相信全场观众都松了一口气 想明白后的小霞 打算在真情60秒里 最后向男友表明自己的决心 今天的几位评委老师 我谢谢你们 帮我点醒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看来小霞是真的将老师的话记在了心里 现在的他对这份感情彻底死心 只想要追回自己的钱 讲清楚后他便静止下了台 在台下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成功要清了债 毫无疑问这是目前最好的结局 也不得不感慨一下老焦这种人真的是实属罕见 只能送他一副对子 人善人欺天不欺 人恶人怕天不怕 所有的事都会有因果 切不可万事做太绝 好了这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屏幕前的大家对这对情侣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评论留言